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又跟大家說說藍團Longline 自從這個選秀節目 在亞洲超聲團Longline出道之後 隨即迎來他們首張專輯 叫做First Night 但是在下個月推出的第一張專輯 這個First Night的主打歌 Go for Brooks之後 原本預期本月26日就會推出 在做節目這一刻 但是在22日前的宣傳照裡面 三位的香港成員 包括了阿慈善程鋒、文作康、Sean 和黃奕斌、Hilgo 仍然都未見身影 更加令到大家覺得震驚和遺憾的就是 引發網民注意的就是 第一名人氣王出道的奧利 仍然都未出現在這個宣傳照上面 情況引起了網上很多人熱議 這個宣傳照只有Longline的八子 由TVB和內地的樂華娛樂打造的男子組合Longline 經過節目亞洲超聲團之後出道 組合最初選了九個參賽者作為成員出道 要數到隊中最有人氣的成員 就肯定是奧利和隊長李權哲 奧利和哲哲肯定是每一次出現的時候都成為焦點 包括了上台或大合照 永遠都被安排在私圍 可見他們在團裡應該是最受歡迎的兩個 粉絲也是最多 所以這次奧利在這個宣傳照上面不出現 沒有看到他 令到大家都覺得挺奇怪的 另外三位香港的成員 包括妙音龍子、閃晴峰、 信猛龍民座康和易龍王易斌 之後組合再宣佈加入熊恩的兒子 張豪謙、郭建甲和陳鑑浩 將組合分成LonglineS和LonglineV兩隊 在之後 該不出的時間已經分成兩隊 據稱一隊主打在國內 一隊主打在香港發展 早前Longline的官方微博也釋出了多張宣傳圖 三位香港成員都沒有參與拍攝 傳聞說被踢走 不知道是真是假 最近組合公佈即將推出專輯 除了三個成員繼續無影之外 組合C位的奧利也離奇消失 引來粉絲洗版式留言表示不滿 即是在這個新專輯的宣傳照當中 說了主打會在26日上線 也會在早兩天 樂華家族演唱會的15周年 首次演出這首新歌叫做Go for Book 不過在很多宣傳貼文裡 都沒有組合C位奧利的身影 即是繼三個成員被踢走 引來不少粉絲洗版式為偶像發聲 已是不滿 表示專輯C位官宣為何缺席 很多網民就用這個圖片去側問 如果大家有上過去Lonline的官方微博 你會看到這一句字眼做了一張圖 我想大大話話 都有百幾二百人都這樣出 然後就問為何沒有奧利 更加有人揚言 沒有奧利就不配我花錢 有人就說首次這個專輯沒有奧利 就算了 你們就不讓你看了 還我農司 應該說的是Lonline的思維 賠錢還我農司等等 即是Lonline初初出道 由九個成員組成 之後突然間分拆兩隊 一個是主攻內地 一個是主攻香港 之前很早的時間 其實三個香港的代表 其實已經根本上沒有參與 只不過就是因為之前 大家如果有看報道都知道 原本這個六月那個簽名握手會 拍手會 就改期 之後就唯一一次 暫時來說就是十二次 齊人就亮相 在香港就見粉絲 之後呢 一直都沒有見過他們再有這個合體的跡象 翻查回這個Lonline的微博 大家都會看到有這個 惡華家族的這個紅地毯合照 甚至連這個人形立體牌 都只有八個成員 以及早前發文的這個 惡華家族演唱會 新專輯宣傳照 都是只有八個成員的身影 不過Lonline就即將參與 下一個月的音樂節目的活動 宣傳鐵文 又有回奧利在內的九個成員的相片 再加上公司在這個傳聞推出之後 也沒有說很官方的出面去澄清 令到一大群粉絲都大感不滿和疑惑 我相信這個應該就是 TVB和內地的這個 樂華娛樂他們的合約上 可能某程度上是有些分歧了 首先 不知道是對於香港那幾位代表 是不是有意見呢 為什麼要這樣分拆兩隊 又加多三個人來呢 由本身九個就變成十二子 又分拆兩隊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他們香港三個的代表 基本上都不太需要預料他們的 這個Lonline S、Lonline V 暫時來說都可以說是名存實亡 都很難暫時在短期內 會看到他們有這樣的組合去出歌 所以其實第一首歌就令到大家很關注 這首新歌《Go for Brooke》 其實看這些宣傳片的時間 都是沒有香港那三子的 我覺得Archie就很慘 始終很多時候他在香港都算是比較受歡迎 TVB也是捧他 很多時候他無論是宣傳劇集 出event 活動等等 往往都是被問到Lonline的事 就好像變成了他是Lonline的 香港的代言人 為什麼不是說他有什麼代表性 只不過就是因為在國內 他們最受歡迎的那個 例如折折也好 他們很少在香港 往往出現之後 他們就成為了代言人 為什麼說他慘呢 就是他也是本身一個成員之一 公司有什麼決定 你怎麼能夠代表他去說 變了來計 先程鋒就慘了 大家留意他自己個人的活動好過 他的藝術發展 接下來就據稱他會出這個新歌 如果不是的話 每個人的記者看到他的時候 不是問他Lonline的事 就是問他支持 言明熙的事 他又不是代言人來的 大家放過他 不要不斷擋著他問 有些什麼呢 最好就是問問智偉傘 大家相信記者們都在報 看看總經理什麼時候會出正活動 或者一些活動 相信記者都會追問他關於Lonline的問題 其實這個亞洲超聲團在年頭 完成了之後 他們都用了Lonline這個特別的名字 令大家所有人都記得的時間 既然有這麼好的開頭 為什麼要搞到好像 搞出一首歌都好像 左鍵右鍵 樂華這個十五周年的演出 又小感一兩個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到底這個Lonline的存在 慢慢就開始令大家有些模糊了 一對組合其實出道了這麼久 一段時間 數了手指 前後應該都是半年 那麼久以來都沒有一些新的作品 即是這個Go for a book就會今晚推出 但是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看到他們出歌的時間 或者一些出席 一個組合形式出現 見大家 越來越少的時候 很快就會被淡忘了 麻煩樂華和TVB 趕快想想對策 如果你覺得這個合作是不行的話 那就快手向外公佈 然後 給他們 這一班兒子 有更好的發展 不要擔憂了他們 本身他們自己各自都這麼受歡迎 你們搞到他們 一會兒有S 一會兒有V 一會兒有Lonline 都不知道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趕快搞定了合約 搞定你們的發展方向 不要擔憂了一班粉絲 看他們 最緊要 不是看TVB 不是看你落畫 麻煩你趕快搞好他 所以不要讓粉絲每次都疑惯疑真 都不知道你們發生什麼事 當然 我很期待他們今晚出的新歌 Go for Brooke 看看接下來 出了一首新歌之後 聽聽 再做一集節目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首新歌 看看他們這個 男子組合Lonline的 叫做八字 其實我相信 六應該奧尼也有份 只不過不知為什麼 今次的Event 他們又不見了他 所以就快點 我自己也拔頭 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Lonline的情況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